你好 我是Amazon 欢迎来到Good Talk 讲得好 谁讲得好呢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讲得好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是什么来的呢 是一本畅销全世界的经典例子书 讲的不是推销方法 而是推销心法 作者奥格曼迪洛 曾经是美国成功集志的总编辑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讲及一个看乐陀的年轻人 叫做海飞的故事 他在主人那里 很幸运地得到了十卷的羊皮卷族 啟发了创业 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建立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商业王国 卷族是用散文诗的方式写成的 里面有很多词句优美的对比句 运用了大量的比喻 刺激读者的想像 其实每一个卷族 除了可以用文学的角度去享受 亦都可以分析成为十个运用的方法 和你分享一下 整个卷族朗读一次 要九分钟左右 我在《阅读读读人》这个节目已经做了 如果你有兴趣听下 可以上YouTube Good Talk 讲得好 这个频道那里可以找到的 卷族六 今天我要控制我的情绪 第一 大自然活动的两方面 作者说 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或现象 亦都是一种情绪的循环 我是自然界物体的一部分 所以 我的情绪都好像潮值一样 会升高也都会低落 我的分享是 人经常都说 人类是万物之灵 或者 从平常心来看 人类只是万物的一部分 不要自视过高 第二 了解情绪的钟摆 作者说 每一天 当我睡醒的时候 情绪就和昨天不同了 这就是自然界的巧妙之一 亦都没有人会了解 但是 我的分享是 人有悲有喜 但是要悲不要丧志 喜不要骄傲 至到情绪会变 变幻原始永恒 第三 造成成功的主要气氛 作者说 如果我将欢笑热成快乐消融 带给我的顾客 这种气氛 会造成推销的成果 和一座金库 我的分享是 人无销炼 莫开店 正面的态度 有很强大的感染力 第四 主动控制自己的思想 作者说 容许思想去控制行动的人是弱者 迫使行动去控制思想的人是强者 我的分享是 弱者做事就是看心情 强者就是行该其行 心情面文 第五 处理情绪的低潮 作者说 当我必须想要和推倒我的力量搏斗的时候 就会很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的分享是 在行动之中有力量 当努力做事 在事情的进程和和人互动的过程之中 会提升自己的斗志 第六 处理情绪的高着 作者说 失望悲伤 反对的力量 都是容易察觉到的 但是 有一种用销炼 或者握手 向你接定的力量 更加能够摧毁你 我的分享是 叫兵必败 以为自己了不起 最终可能失败到 起不了 性不骄傲 败不起累 就最好了 第七 面对情绪化的人 作者说 我要用宽容去对待他的愤怒和烦恼 因为他们不知道控制自己情绪的秘诀 我的分享是 你一定听过情绪管理这四个字 但是一般人只懂得把管理这个理字 改成为你这个理字 就是情绪管理 情绪做主人 自己做了情绪的奴隶 要小心 第八点 对于人拒绝的免疫力 作者说 我能忍耐他的箭头和羞辱 因为我现在知道 他们明天会改变 我的分享是 人会变 愿会圆 愿亮的音情圆缺 是大自然的规律 能忍治安 也都是面对拒绝的规律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 第十点 一勤天下无难事 白隐堂中有太和 第九点 创造财富的秘密 作者说 我不再以貌取人 我不会停止去拜访人 我的分享是 不要再自我设限 走向市场 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第十点 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作者说 我要用积极的行动去控制我的情绪 当我能控制我的情绪 我就会控制我的命运 我的分享是 近代的心理学之父威廉尖武士这样说 播落了思想的种子 就会收到行为的果实 播落了行为的种子 就会收到习惯的果实 播落了习惯的种子 就会收到性格的果实 播落了性格的种子 就会收到命运的果实 作为总结 卷逐五 今天我要控制我的情绪 重点就是 用行动改变情绪 Good talk 讲得好 我是Amazon 你的演讲和简报教练 下次见